几个贫家女孩正在河边洗衣服 其中最漂亮的名叫小蝎 她娇美的脸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尤为动人 将坐船路过的老财主迷的是七魂八素 非要将她取作小妾 小蝎性格刚烈宁死不从 嫁人当日竟一头撞死在门口的石像上 与她同一天去世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女孩 这个女孩名叫丘蓉 本是贾府的丫鬟 却因长得好看 被迫嫁给体弱多病的八岁小少爷 天天被少爷当马骑受尽屈辱 家丁经常前来安慰丘蓉 太太因此怀疑两人有奸情 于是给丘蓉一盘包子 让她帮忙转交家丁 丘蓉开开心心端过去 不料被少爷抢先吃下一个 太太大惊立刻让儿子吐出来 可为时已晚包子中有太太吓得剧毒 少爷蹊跷出血而亡 悲痛的贾府太太将锅甩给丘蓉 贾老爷大怒 叫人把女孩押到衙门 买通知府大人 给丘蓉判下重罪 无辜的女孩当场被乱棍打死 小谢和丘蓉的冤魂相遇 因为相似的经历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他们将经历讲给一个 拥有阴阳眼的书生 书生正直又勇敢 立刻要帮冤魂讨回公道 他去衙门祭鼓明冤 要和知府讲理 将知府气得吹胡子瞪眼 叫人把书生打得遍体鳞伤 关入大牢 小谢和丘蓉赶紧前来探望 书生告诉他们 如今只剩一条路可以走 他听说巡抚刘大人是个好官 刚正不阿一心为民 丘蓉便附身在一个女子身上 给刘大人递了壮指 刘大人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不简单 立刻着手调查两起冤案 这事被知府得知 他苟急跳墙 打算让杀手先把知情的书生灭口 正巧被小谢听到 小谢半路偷走杀手令牌 附身到狱卒身上来到大牢 成功救走书生 刘大人也在这时查清真相 将知府 贾老爷和老财主 全部打入大牢 终于洗清小谢和丘蓉的冤屈 两个女孩开心的手舞足蹈 可片刻后 想起自己已是孤魂野鬼 又禁不住暗自垂泪 书生看着二人 觉得世道不公 为何他们两个弱女子 明明没有犯错 却要遭受这样的惩罚呢 他来到城隍庙虔详诚的为冤魂求情 正巧被一个老道看到 老道善心大发 给书生一张符纸 告诉他只要让鬼魂拿着符纸 跟上肉身的送葬队伍 便可起死回生 书生大喜 咬咬牙后起脸皮 告诉老道自己这边有两个女鬼 想要再要一张符纸 老道言辞拒绝 说自己给出一张已是极限 回去是要挨罚的 不行就把符纸撕开一人一半 能不能都复活 那就看造化了 书生无奈 只好撕开符纸 交给小谢二人 本害怕女孩们会互相争夺 没想到两人纷纷谦让 你推给我 我塞给你 眼看丧葬队伍叫路过 书生焦急催促 丘容竟直接一把火烧掉了自己那半章 两个女孩携手跑向送葬队伍 丘容竟被一股力量直接吸进棺材 起死回生 这乍失现场可把在场众人吓傻了眼 书生连忙跑来 将丘容带回家 丘容一回来 就问书生小谢哪儿去了 明明自己已经烧掉了符纸 应该是小谢复活才对 书生告诉丘容 小谢早已悄悄将另外半章符纸 塞在了丘容的发簪里 丘容感动得说不出话 小谢走过来 两姐妹紧紧抱在一起 书生暗恋小谢 不忍心让她继续做鬼 跋涉八千里路 寻找之前遇见的老道 在半途中实在撑不住晕倒在路边 幸好被好心的过路人捡了回去 这时老道终于出现 从葫芦里取出丹药 叫人为书生喝下 自己则悄然离去 书生悠悠转醒 得知是老道救了自己 连忙一拳一拐地追出去 求老道再给张符纸 老道无语 只能给书生展示 因为上次私自送出符纸 回去挨打后肿起的手臂 他和书生女鬼非亲非故 为何要一而再帮助他们呢 书生看到老道的伤 立刻为他打抱不平 为什么做好事也要挨罚 人间的贪官被猪油蒙了心 怎么修仙之人也这么善恶不分呢 老道听得哭笑不得 觉得书生实在是有趣 可还是不愿为他挨罚 书生竟扑通一声 死死抱住老道大腿 开始耍赖皮 老道只能告诉他 还有一种方法能救小蟹 那就是一命抵一命 换你去当鬼 小蟹便能复活 没成想书生满口答应 道士将书生带到道观 告诉他一会儿 自己会让小蟹肉体出现 书生要立刻呼唤小蟹 书生紧盯门口 一女子跑进来 他立刻喊出小蟹的名字 小蟹灵魂归位 自此获得新生 昏睡过去 道士询问书生是否后悔 如果反悔 现在还来得及 书生坚定地看着老道 没有一丝后悔 道士便带着书生前往鬼域 以命换命 半路上老道再次忍不住 问书生是否后悔 书生依旧坚定不移 说能为小蟹喜情冤屈 还能让他好好活在这世上 自己开心还来不及呢 何谈后悔呢 老道终于被书生的正义 和痴情打动 将自己辛苦炼制的一枚仙丹 笑呵呵地交给书生 告诉他 吃下去便可以好好活着 陪伴小蟹了 说完 拍拍衣袖 消失在原地 书生服下仙丹 感到消失的魂魄慢慢归位 小蟹也爬上山 向他跑来 两人指手相望 眼中满是幸福 虽经历千难万险 但也因此得欲所爱 这便是最圆满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